看一下福子心 今天我们 我们讲大师道里面前面的意乐法行已经讲完了 今天是加行修二菩提心 分修世俗菩提心和生意菩提心 这个很关键的 其实这个福子心如果好好学的话 所有的窍诀都在这里 如果修一个大乘佛法的人仅仅是一个 这个福子心的话基本上都是把所有的修法都也可以圆满吧 对吧那首先是讲世俗菩提心分两个方面 入顶修字塔交换和触顶的时候 后行恶缘转为道友分两个方面 我以前专门做过福子心的科判也是安德里的科判 所以光讲福子心 光科判基本上也知道 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注释可能也没办法那么彻底了解 每一个颂词的意义 所以这次我当时翻译教对的时候我想每个人 每个堪布堪摩都应该能讲一下 每个佛教徒能学一下这部的话也基本上已经足够了 我当时是一直这样想的 那么这次我每天都是只是读一下而已 但是接下来看个人的情况吧 个人如果愿意的话都还是深入地学一下 下面讲《入顶字塔交换》 在整个轮回当中所有的痛苦无能大小 都是因为希求自我快乐 珍爱自作自己而造成的 圆满正等觉佛的究竟安乐等 世间出世间的一切安乐 利乐都是因为 珍爱他中的利他之心而造成的 大家应该知道世间当中所有的快乐 其实都是利他而形成的 所有的痛苦以因为自私自利而形成的 因此以爱他生于爱己的心态 将自己所有的安乐三秒全部示给众生 从而舍弃自己 待受其他有情相续当中所有的痛苦和罪业 交换痛苦和快乐 或者把珍爱自己与不顾他中的这两个心态 就是正式相换 互换 这就是一切佛子修自他交换的行为 《入菩萨行文》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如人欲守己救护自于他当修自他换神妙秘密觉 如果你想很快的时间当中要想获得解脱 那一定要修自他交换 这就是非常甚深的一个密具 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想救护自他 而摆脱所有有机的危惧 那需要修自他相换 再说关于珍重自己的过患和爱中他中的功德 也是在《入菩萨行论》当中这样讲的 所有世间乐习从利他身一切世间苦先有自利成 这个是很重要的 以前也要求大家要背诵这个颂词吧 我们只知道这个也是其实很重要的 世间当中所有的快乐就是利他而产生的 所有的痛苦就是自利而产生的 何须跟凡数 凡于求自利 牟尼为他利他 且观此耳利 我们不用多说了看凡夫人整天都是 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最后都是特别痛苦 然后佛陀和佛陀的最顺者就利他 最后他们已经成就了我们这个之间的差别已经很清楚了 关于自他不交往的过患也是在《入菩萨行论》当中这么讲的 若不依次了真是患他苦非净不成佛生死也无了 不但不成佛 如果你没有换威思考 没有自他交换的话 那不要说成佛自己生活也很痛苦的 在生死当中没有快乐的 简介也说明了自他交换的功德利益 其中也以丰富的例证宣说了遣除自他相换的障碍等 所谓自他相换的意思主要是指的是爱众自己 或者不珍惜他众的这两种心互相交换 爱自己一样的爱众生就这样 从而生起爱他如给予 舍己如他之心 我们爱他众就像爱自己一样 然后舍弃自己就像舍他众一样这样的心态来修行 《宝马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说 种罪成熟我 我乐与众生 也是一个发愿吧 愿所有众生的痛苦我来代说 我的这些快乐赐予一切众生 还有《入菩萨行论》当中这样讲的 舍者尽使他 爱他如爱己 修行法门当中也说是自己恶愿更适应舍之法 这个是很多前辈的大德也经常背诵的 因为自己是一个所有恶愿的根本 应该是值得舍弃的法 然后他为菩提愿适当取之法 其他众生是菩提的来源 依靠他修 鲁波罗密度都可以修的 所以应该是取守的 对此阿底峡尊者也是这样说过 贪承出生 迷乱罪 修持自他 相反性 又说 所胜快乐 奉献他 所胜痛苦 自取守 利益胜利奉献他 亏损失败自取守 这个是阿底峡尊者 我们以前朗日唐巴的教言 《修行八诵》里面的朗日唐巴的教言 但实际上这个是阿底峡尊者 应该是阿底峡尊者 我看大概是公元一千多年的时候 从公元九百多年到一千多年是阿底峡尊者 阿底峡尊者圆寂的那一年 朗日唐巴出生的 应该是朗日唐巴是不得瓦的 阿底峡尊者的弟子是不得瓦 不得瓦的弟子是朗日唐巴吧 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经常用的 什么利益胜利奉献他亏损失败自取守 实际上来源应该是阿底峡尊者的窍诀 然后蒋威瓦格西也是说 所有世间人士都是珍爱自己胜过他众 而我们应当珍爱他众胜过自己 我以前刚开始看的时候 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 所有的这些凡夫众生他们都是爱自己 自己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然后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 那么爱他总是比超过我们自己 其实这些大德们语言是很精严 很简短 但是里面的意义让我们应该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并且他详细地宣说了其他原因 而且珍爱自己的过患和珍爱太宗的功德 那就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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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